欢迎观看真观点 我是真飞 80年前的一个午夜 美国西海岸城市洛杉矶 正陷入灯火管制 全城断电 一片黑暗 突然间 一盏又一盏的巨大的探照灯接连亮起 撕破了深沉的夜幕 他们正在紧张的对着天空扫射 光束聚焦处瞬间亮如白昼 可这却让周围的黑暗变得更加深不见地 地面上几千名驻扎在尺的美国陆军炮兵正在严正一带 伴随着第一发高射炮炮弹的呼啸而过 煞食震耳欲聋密密麻麻的炮弹声响彻天地 人们躲在防空洞里惊慌失措 足足熬过了一个多小时 美军打完了所有的1400多发炮弹爆炸声 才不得已停了下来 美军在和谁如此激烈的对战呢? 几个小时之后 天大亮 果然经历了一场恶战的现场一片狼藉 可蹊跷的是 除了散落在地的炮弹碎片之外 没有任何被击落的敌军的飞机 没有任何敌军的尸体 准确的说 战场上找不到任何敌军遗落的东西 难道美军在与幽灵军作战? 还是美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住了 集体梦游打怪升级? 时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说 在对手面前 美军的武器根本就是束手无策 当晚到底遇到了什么敌人 能把美军打得如此狼狈不堪? 答案就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 无论你是已经天才般的预感到了下面的内容 还是全然不知 一脸茫然 相信我 看完节目 你们都会感觉到非常满足 不幸的话 就试试吧 我们一起把时间拉回到80年前 1942年12月7日上午 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 日军竟然用不到30架军机 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 导致美军死上3000多人 还摧毁了近200架军机 瘫痪了总计30万吨的十几艘战列舰 巡洋舰和驱逐舰 一时之间 美国名分四起 罗斯福总统立即签署了宣战书 打响太平洋战争 美国也正式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随着战火的延烧 美军发现日军喜爱伺机偷袭 比如经常在太平洋沿岸 发现日军潜艇在溜达巡逻 这些潜艇还时不时发起突袭 向沿海城市开火 击沉船只什么的 而一些经验不足的飞行员和雷达兵 又经常会把鲸鱼 渔船等 误认为是日本的军舰或潜艇 从而拉响警报 准备坐载 这些无不让美军和海岸城市的军民们日日狂恐 洛杉矶的军民Scott Littleton就说 当地的炮兵守卫部队每晚都会进行防空演习 将防空炮与探照灯配合起来 瞄准海上的特质飞机进行精准度训练 为了不影响军民的休息 演习通常都会在网上10点前就结束了 虽然紧张 但是还能让人们安睡的寂静夜晚持续两个多月 直到1942年2月23日的傍晚 一艘日本潜艇又被发现在圣塔巴巴拉浮出水面 并且对一个炼油场进行了20分钟的炮击 总共发了13枚炮弹 所幸这次袭击 没有击中炼油场 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但是 这件事情却点燃了我们接下来故事的高潮 情报部门就认为 日军的行动可能是在深冬击西 紧接着会袭击更加重要的目标 一时之间 弥漫在军方和民众心中的紧张感急速升级 第二天 南加州地区发出警报 说预计在未来10小时内 会有袭击事件发生 第三天 2月25号的凌晨2点钟 三个全天后扫描监控的雷达站 突然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体 在洛杉矶以西200公里的地方快速靠近 全军立即严正以待 几分钟时间 防控部队架好了高射炮 随时准备开火 并且开始用探照灯 扫射天空了 25分钟后 这个不明飞行物体 在距离洛杉矶5公里的地方 再次被侦测到 瞬间空袭警报响起 全是断电 但是 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很快就从雷达上消失了 之后再也检测不到 不过控制中心仍然在不断的街道发现不明飞行物的报告 地面上的探照灯在焦急的扫射夜幕 美军试图准确定位那个出现在雷达上的敌军飞行物 40分钟后 3点07分 炮兵部队收到命令 开火 刹那舰爆炸身四起 硝烟弥漫 一片混乱 炮戒足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直至凌晨4点14分 美军射光了所有的1400多枚炮弹 才无奈停火 这一夜的炮火 击中了多栋建筑和无数量汽车 5人被炮弹误伤 不幸死亡 还有2人因为一整晚的炮火 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正当人们希望政府对这一夜的战争做个解释时 军方内部的不同说法 却多到让人大跌眼镜 首先军方说 这一夜 多架敌机在洛杉矶西南部被击落 还有一名警察说 亲眼看见两架敌机在探照灯的光柱之间 被击中坠落下来 但是 在对战场详细调查之后 西部防卫司令部又说 除了遍地从天而降的 防空炮弹的弹片之外 并没有敌军的炸弹投下 也没有任何敌军的飞机被击落 非常明显 军官之间的说辞是相互矛盾的 打了一夜 居然打了个寂寞 这种解释 人们自然不信 这就更加剧了当时的混乱 公众迫切的要求要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随后 时任海军部长弗兰克纳斯 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 说 整个事件是因为对战争的紧张而导致的False Alarm 就是说 整个晚上只是虚惊一场 洛杉矶压根没遭到空袭 可是明明出现在雷达当中的不明飞行物是个什么东西 另外一边 时任战争部部长 Henry Stimson 说 当时确实有超过15架身份不明的飞机飞越了洛杉矶 而这些飞机并没有对美方攻击 他们要么是日军在执行侦察任务 要么就是几架有意散播恐惧和制造混乱的商用飞机 我们总结一下军方在事后第一阶段的说法 包括三个要点 第一是洛杉矶并没有遭到敌军的空袭 第二个就是当晚确实有未知的飞行物飞过 第三就是美军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发射了1400多枚炮弹 也并没有把那个未知飞行物的一点东西打下来 这三点很重要 后面我们分析的时候还会讲到的 那我们先来看第二点 美军说 当晚飞过洛杉矶的飞行物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日军的侦察机 另外一种就是别有用心的商用飞机 可是蹊跷的是 这事发之后 日军马上就宣布 当晚根本没有任何针对洛杉矶及其附近的军事行动 这样就排除了第一种可能 未知飞行器不来自日本 那只剩下第二种可能性了 会不会是美国起飞的商用飞机呢? 随即 联邦调查局就开始对当晚在美国本土起飞的飞机进行了彻查 更加蹊跷的是 当晚也没有美国飞机在洛杉矶上空飞过 况且那么多的炮弹 还打不到商用飞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来源于日本 也不是美国的飞机 那当晚100万人看见的不明飞行物体 是从哪来的呢? 既然有这么多的居民目击见证 关于当晚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的传言 自然也是少不了 事发第二天 当地的电台广播可是这样说的 这个不明飞行物 以某些资源的资源 转移到沙特莫尼加 从沙特莫尼加 而从沙特莫尼加 从沙特莫尼加 从沙特莫尼加 离到沙特莫尼加 团队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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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3年后 1945年末 随着战争的结束 洛杉矶的那个神秘夜晚再次被推回到大众的事业当中 人们热烈的讨论 回忆 政府也不得不重查 换一个说法给公众 1948年 前空军少校 也是大学教授的威廉姆·高斯 被授权对洛杉矶事件再次全面调查 高斯可是获得了所有相关的军事记录的完整访问权 结果这个大哥得出的结论就是 当晚的不明飞行物是个气象气球 没错 又是众望所归的气象气球 看来这气象气球在美国重大的不明飞行物事件中 可真是屡试不爽 可谓流水的飞行物 铁打的气象气球 1983年 空军历史档案库将这个事情 用一颗遗失的气象气球给盖棺定论了 那么军方到底是怎么用这个结论来说服大众的呢? 首先 当时有三位军官同时出来作证 其中一位说自己当晚还确实跟旁边的另外一位军官说了 那就是一个气象气球还要求停火 别打了 这个口控也得到了第三位军官的证实 而且经过调查 当晚也确实是有两个气球 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升空了 而且当时美军还有一个规定 要求防空部队每隔六个小时就要释放一次气象气球来监测风向 可是奇了怪了 为什么军方会疯狂的向气球开火呢? 这个军方也做出了解释 一位叫约翰·摩菲的前陆军上校 直接把这错误甩锅给了旧金山的区域控制中心 说当时是这个中心把气球错误的描述成了一艘地方的大型飞艇 搞得美军紧张不已 马上开火 哦 是这样啊 我们接下来就来正儿八经的打打军方的脸 当晚到底会不会真的就是这气象气球 首先 当时在洛杉矶唯一能够发射气象气球的地方 就是阿尔赛宫多 而洛杉矶之战大部分的目击者 都是在阿尔赛宫多北边的Saint Monica 而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洛杉矶居民Littleton的目击地点 是在阿尔赛宫多南边的赫尔沙海滩 所以这个气球的轨迹 是先要朝着几乎正北方向Saint Monica移动 然后再到了Saint Monica的时候 在Saint Monica的同一个地方待上个30分钟 任由炮火攻击 然后再缓慢的朝南移动直到赫尔沙海滩 可以想象 这个行动轨迹 对于气象气球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 第二 我们就假设吧 真的是气象气球 你想 当晚美军持续一个多小时的饱和攻击 所有的炮弹可是全都打光了 1400多枚 而且 这些都是重大5.8公斤的防空炮弹 硬是没把你这气象气球给打下来 不但没打下来 你这气象气球居然破都没破 假设我们身处当晚的场景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军队会接连开火 打到所有的炮弹都耗尽了 只有一种可能吧 就是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 军队异常惶恐 那么呢 要么就是没瞄准对方 要么就是对方怎么都打不死 就像打怪兽一样 怪兽如果总也不死 是不是手会不停的打 越打越恐慌 直到没子弹了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 气球又当了一把背锅侠 可是这样一来 不是气球又确实有未知的飞行物 还打不死 也不反击 可是一场奇怪吧 迷雾重重 那到底会是个什么东东呢 这个是事发第二天当地洛杉矶时报上刊登的头版照片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这些光束聚焦处有一个不明的东西 对比当晚拍摄的其他照片 这些照片当中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也反向证实了 这张照片的光束汇聚处 确实有一个东西 而这张照片 后来有人质疑说是被修改过的 不能相信 真的如此吗 我们对比一下啊 这一张和原版的照片 其实就是对比度加深了 能看得更加清晰 其实当时为了刊登 人们已经会对照片做一些处理了 就像现在的 披图嘛 至于照片中的光束聚焦处 究竟是什么 能在探照灯这么准确的定位之下 遭受炮火的猛烈攻击而毫发无损 这个答案呢 可能就能从当晚百万目击的民众当中得到 洛杉矶的居民利斗腾说 当晚本来自己和家人 是应该躲在防空洞里的 大家都以为是日军来袭了 但是由于好奇心 他悄悄的溜了出去 看见了多个探照灯聚焦着的那个不明飞行物体 就像是一个银色的菱形虫子一样悬在空中 地面上不停的有炮弹朝它发射 但这个飞行物却分毫无伤 另外一位住在Santa Monica的凯蒂也看到了这个不明飞行物 同样提到了悬浮的特征 他看见飞行物十分的巨大 有一种橙色的光 地上打上去的炮火十分充足的 在Santa Monica看就好像是7月4日独立日的烟花表演一样 而在洛杉矶的另一边Long Beach 19岁的William Tompkins在午夜之前 其实就已经看见了这个不明飞行物了 当时他和哥哥还未入睡 突然就被父亲叫到阳台上去看一个悬浮在海平线上的白点 后来午夜时分 他和哥哥被炮弹声给吵醒 他就跑到外面 看见头顶上方有一个庞大的 白色悬浮物 根据目测 那个东西大概距离地面 7000英尺左右 就是2100多米 当时地面上有8个探照灯都把光束集中在这个东西上 高射炮的炮弹在它的底部和附近不断的爆炸 可是这个白色的发光铁一直都毫发无损 就像有一个防护罩保护在周围一样 他还看见 这个飞碟的周围有上百个不同类型的飞行器 大多数都是圆形的 还有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雪架型的飞行器 这些飞行器围绕着中间的白色飞碟持续的环绕飞行 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美军打完了所有的炮弹 整个过程 对方毫发无损 而且丝毫没有还手的迹象 1947年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给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公布于世 这文中就清楚的写着 洛杉矶上空出现的不是常规飞机 它们很可能不属于地球人类所有 根据情报部门的调查 这些飞行物十有八九是来自外太空 它们速度极快 美军的武器根本束手无策 最后这些飞碟从Santa Monica的海岸线慢慢飞远 最后消失在长滩地区 2011年 一部同名电影《洛杉矶之战》上映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美军陆战队大战外星人的动作科幻故事 据说拍摄这部电影的动机就是想混淆人们的谷歌搜索结果 让人们在搜索关键词时找不到曾经的那些信息 而是找到这部科幻电影 同时 这也是蓝皮书计划的一部分 让人们一提起《洛杉矶之战》 就直接联想到科幻电影 从而把外星人UFO与科幻片划等号 而且 这种说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一位五角大楼的爆料人就曾说 这部电影制作的总费用的75% 都是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秘密的从五角大楼获得的 80年前 在100万洛杉矶人的见证之下 这场人类与外星文明因为错误和巧合而引发的战争 充满了未知与神秘的色彩 如果当晚人们看见的真的是外星的来客 那为什么他们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之下不反击呢 为什么他们一直悬浮在原地 直至美军打完了所有的炮弹呢 他们是在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吗 还是在空中审视 挑选理想的对象 作为人类与外星文明未来接触的中间人 这可不是异象 还记不记得我们说的 那一位19岁的目击者William Tompkins 在洛杉矶之战的一个月之后 他被美国海军从学校里招募了出来 进入海军情报系统工作 从那时起 他意识到自己被外星人给选中了 他的生命也从此开启了与外星科技 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甚至与纳粹的布解支援 这会儿 天才般的你们都知道我要说啥了 没错 就是订阅真观点啦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 我们以后把这个讲给大家听 洛杉矶之战的同一个年代 英国的首相邱吉尔写了一篇 至今从未被发表的科技论文 这篇论文后来由英国国立邱吉尔博物馆披露出来了 论文的题目就是 宇宙中我们孤单吗? 与吉尔说 我个人对我们人类 在这儿所创造的文明的成功不以为然 因为仅仅是发现了我们是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 是会思考的生命而已 但是这种生命早已在广袤无垠的时空当中存在了 每当夜幕降临 我总喜欢抬头望向无垠的天空 追寻散寿的繁星 想知道广袤无垠的宇宙中还有些什么呢? 那生不见底的世界正在发生这些什么? 什么时候人类才会距离天上的未知世界更近一点呢? 不如我们来个约定 一起在夜晚抬头仰望星空 感受着同一份宁静和安详 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 但是所幸都在同一片星空之下 这样也觉得和你们更加亲近了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你们喜欢这类话题的话 记得告诉我哦 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 我是真飞 我们很快又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